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讲一下随机过程里面的尹马尔可夫模型 在之前的一些案例当中呢,我们已经接触过了很多的数据 有的是我们自己用一个随机分布生成的 有的是来自于一个真实世界当中的数据样本 那么前面我们见过的这些数据,它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那就是每一个样本,它和其他样本之间其实是比较独立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机器学习方面的入门案例 叫做鸢尾花的分类识别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点啊,它其实对应的就是一朵花 每一个点,那么颜色呢代表它属于不同的品种 那么你看这个点和其他的这个点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各自采集的数据 而在现实当中,我们说很多情况呀,其实都比这个要复杂 因为现实当中,各个样本之间,它们还存在的一些关系 比如说我们看右边这个股票走势的图 其实这个折线图,它也是由一系列的离散的点构成的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把这边这个点和这个点随便换个位置呢 如果那么一换的话,那么整个股票的走势就完全被打乱了 那这个数据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股票这样的一种数据呢 它不是每一个点相互独立 而是它们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有很强的关系 我们把这种数据呢,叫做序列数据 也就是啊,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的这种数据 那么马尔可夫过程我们之前呢,已经了解过 我们可以来看这样一个比较贴近生活的例子 然后这个例子呢,后面我们会用序列数据去来表示和研究它 我们看这样一个小案例 假设我们把所有的天气情况呢,就简化为下雨还是晴天 那么在天气这两种状态之间呢 它可以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 今天下雨,明天有一定概率接着下雨或者会变成晴天 今天如果晴天呢,也是一样有可能继续晴或者 明天呢,就变成下雨天了 而今天是这个什么样的天气 它只决定明天是什么样的天气 我们昨天的跟明天的这种跨着一天的 他们我们认为是相互独立的 这也是马尔可夫过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叫无记忆性 你只管当时当下 它前一个状态就好了 所以前面是怎么来的 有没有什么路径依赖 这个我们呢,都忽略掉 好,那么在这两种天气来回转换的一个系统里面呢 我们还观察到了一些不同样的数据 设想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现在拿到了某个人的日记 他会记录他每天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写日记呢 他并没有写当天的天气情况 他只写了自己做了什么事 我们也没有可能根据他的行为 去反向的推测出当时的天气呢 那么为了让这个问题更加的量化呢 我们给着里面的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啊 都复制上一个概率 那么上面这个下雨天晴天的转移 我们不难理解 而对于某一种天气呢 这个当事人他采取什么行动 也是不确定的 有一个概率分布 比如今天要是下雨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不太倾向于冒着雨出去浇游了 逛街呢也不太方便 我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在家宅着 所以如果下雨的话 当事人采取你下三种行为的概率 分别是10% 40%和50% 而如果这个是晴天的话呢 哎 郊游合适 逛街也挺好 宅在家好像就有一点可惜 所以如果晴天的话 采取这三种行为的概率是60% 30%和10% 好 那么回想刚才那个场景啊 我们偷看这个人的日记 我们只知道他干了啥 不知道当天的具体天气 我们要反推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面的每种表象呢 就是郊游逛街和宅 这一类看作是一个问题 而我们想要推断的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内在的 隐藏的这么一个信息 对吧 是隐藏的 不能直接看到 那么所谓的隐式马尔可夫模型 heiden mark of model 就是要通过表象去推理 推断内在的隐藏起来的信息 好 那么在这个隐式马尔可夫模型里面呢 变量基本上分为两类 一个是y 一个是i 那这个y就是你暂时不知道的 被隐藏起来的 它是一个我们想要求的东西 而x呢 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能够观察收集到的数据样本 它是表象的 并且yi也好 xi也好 它都只跟i-1 那一个回合的信息有关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公式 在已知从y0到yi-2 yi-1 这样一个联合分布的前提下 那么di天是什么情况呢 它和你只知道di-1天是一样的 这两个条件概率相等 就说明yi只和i-1有关 与i-2及起之前的都有关 无际一线 这个假设我们重复的多变 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 离开了这个假设 我们整个模型的这个逻辑都不成立了 好 我们呢 再把刚才的这个问题上给量化一下 假设我们这个状态有一个初始的情况 初始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什么事都不管的话 随便抽这么一天 这一天是下雨 这个概率呢 60% 晴天的话呢 40% 一个初始状态 那么仅考虑这个天气系统里面的转移情况呢 我们可以写出一个转移矩阵 0.7 0.3 0.4 0.6 那么转移矩阵和这个状态的向量进行乘法 就可以得到下一次 经过了一次转移之后 我们这个系统处在下雨还是晴天 这样一个概率的分布 那这个形式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看到过的 这个求PageRank 好多网址 各自每一个的PageRank值 还有一个网页之间来回跳转的转移矩阵 是不是到底是一样的呀 那么以Mark和模型 如果总结一下到底要干嘛呢 就是根据外在的表象 反推内在的状态 那么这个反推又是怎么进行呢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公式和一个理念 就是贝业私定率 这个公式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些概率和统计部分的课程里面呢 已经反复强调过很多次了 那么外在的表象呢 我们看到就是X0 X1 X2 等等 可以一直累推 这些表象其实是根据内在的问题衍生出来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反过去 反过去去推断 Y到底什么样的 那什么样的Y 是我们可能想求出来的呢 理论上来讲 我们并不能排除所有的这些可能 像刚才那个例子 不管晴天还是雨天 他都有概率去采取三种行为 但是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假设你已知 他今天宅在家里 就是没有出门 那么 猜当天是下雨 还是当天是晴天 哪一个猜中的概率可能更大一些呢 那如果有一种情况概率更大 是不是我们应该保留这一种概率更大 更可能为真的一种推测呢 那我们具体来量化一下 看一下公式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观测到了X1 时间从1到T 那么我们最终想知道的是 Y从0到T 这样一个序列 哪一种序列 使得出现当下这种情况的概率最高 那么这个概率啊 如果我们量化一下 你把整个这个图 把作为一个数据结构来讲 里面的转移概率 与图这个连接的权重 或者说他们的距离 成反比的话 概率最大 也就是路径最短 实际上等价于 求概率图上的一个最短路径 刚才我们这个公式 这是一个概率统计方面的 数据大致的一个公式 和 一个图 这样一个数据结构上面的运算来看 其实是增加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后面会用到一个叫 Veterby算法 这个Veterby不光是一个科学家 工程师 还是很著名的高通芯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这个人非常厉害 那么对于这个天气转移过程来讲啊 我们其实不难求出它的平稳分布 平稳分布就是这个转移矩阵 对应着特征值为1的那个特征项量 你对着这个项量再怎么成的话 项量自己其实不会变了 也就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分布 那么好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情况 往公式里面套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就观察了一天 这一天它宅在家里面 那么你认为当天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我们计算一下就好了 假设已知观察到了x0等于2 那么y0等于0 也就是当天下雨的概率是什么呢 直接求不知道没问题 也通过贝叶斯公式反推 x0等于2 这个自己的概率我们暂且不管 y0等于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就把平稳分布的结果带入就好了 而y0等于0 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下雨天 它宅在家 这个概率我们也是知道的 也是知道的 好 我们再来看 0.1 乘7分之4 那么y0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对不对 y0等于1 那么其实你只需要把分子 这个0都换成1 你自然就得到了答案 因为分5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求出具体的值 也可以 我们值比较大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显然 y0等于1的 这个概率要更高一些吧 也就是说这个人 如果这天宅在家里的话 我们说它是更有可能 当天是下雨的 这也符合我们对生活常识的一个认知 对吧 下雨天最适合宅了 反过来说 宅的时候也比较有可能是下雨天 那什么情况下可能不是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例子里 当地情和雨本身的可能性是差不太多的 7分之4 7分之3 这还好 如果当地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干旱的地方 你再去求 推测它是下雨天 这个猜对的概率就比较小了 那么如果有两次观测呢 我们又看了一天 下一篇的季 刚开始是宅在家里了 第二天 哇 它去浇游了 那么请问啊 你推测这两天的天气 最可能是个什么样子 如果单从直觉上来讲 我不方猜它 这两天 万灵万一 分别是先下雨 然后放晴了 这不先宅再浇游吗 但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一定是对的呢 最保险 最直接 也最暴力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穷举 你看总共就观察两次嘛 那么这个序列的可能性 也就是第一天三种可能 第二天也是三种可能 第一天是两种可能 第二天也是两种可能 排列组合也不算太对 对吧 那就是情情与雨 情与雨情 那么如果现在我们持续观察 观察一年 365天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 365这么一个序列数据 那么如果让你去反推一下 一直x0 x1 一直到x365 在这个前提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序列 是最可能 就是y的那个序列 可能是最高的 如果穷举的话 这个数字恐怕 很可怕 你别看每天就两种可能 300多天 模型的概念 讲解了一下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用简单的python代码 来把这个野马尔可夫模型 实现一下 首先导入几个常用的库 这里有一个可能 大家相对比较陌生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野马尔可夫模型 它会构成一个图 就是数据结构里面 那个图 这个图有节点 有连线 本质上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络 那么在python里面 有一个处理这种网络型数据结构 很方便的工具 叫做network x 我们把它导入进来 简写叫nx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定义 现在的状态空间 这个状态呢 又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显示的 可观测的状态 我们看到 这个人的日记里面 写了他自己的行动是 郊游 你叫outi 购物 shopping 还是宅 在家里就够了 同时我们真正关心的 其实是 隐藏在背后的那个 隐状态 也就是当天的天气 Raining Sonic 那么它有一个 初始的 一个状态项链 或者叫状态分布 零点六块零点四 这两个数当然是 随便设置的 那我们把这个状态空间呢 稍作整理 变成一个 Pandas里面 Series的一个结构 好 后面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 隐状态 写出 状态的转移矩阵 这个矩阵 从Raining出发的话 70%还是Raining 30% 这个转移 从Sonic出发的话 40% 是下雨 60% 保持晴朗 同样的操作 我们对于这个 显示的 如果现在是Raining的话 我们出门 零点一 多五零点四 再加零点五 晴天也是一样 我们这几个数据 后面我们会 多次用到 然后呢 把这个图模型 建立一下 从这个状态转移的 矩阵里面呢 我们写两次循环 游列 再游行 这样的去迭代 然后得到一个 写成了 这么一种形式的 从一个出发点 到一个截止点 相当于映射的是 网络里面的节点 从Raining到Raining 就是刚才我们看PVT课件里头的 自己往自己画了一个圆圈 这个概率是0.7 就是Heading Alice 那什么叫Emit Alice呢 也叫发射概率 这个指的是 引状态 往显示状态 迁移的这个概率 数字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因为是一个有向图 不是无向图 节点和节点之间的 这个连线呢 它是有明确方向的 所以呢 用这个Multi Di Graph Di就是directed 有方向的 这个图里面 现在节点 暂时就得R 然后呢 那我们要把这个边儿给放进去 这是引变量之间的边 引变量向显变量发射的这个边 通过同样的方式加入 好 我们现在得到了这样一个网络 也从Raining到Raining 有0.7 从Raining到Sonic 0.3 那么从Raining呢 也可以到Outing 相互转移 那么这样一个格式啊 非常的乱 看不太轻 也容易看错 我们用这个 NX里面 PY.GraphWith 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函数 把这个画出来 你看RainingSonic OutingHomeShopping 这么一个啊 带有箭头 也带有数字的图示 它的内涵 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课件里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个Veterby 这个算法啊 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这个概率图模型里面找一个最短路径 那类似的算法其实可能我们在之前一些算法和数据子 这个课里面上已经有所了解 首先最要不得的一种就是穷举 而这个Veterby算法呢 它本质上其实属于一种动态规划 它会不断的把一个大问题转换成小问题 现在小问题里面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最优解 然后再慢慢的去看 我这个把这个小问题扩充一下 稍做调整之后 最优解还是不是改变后的最优解 如果是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 这么一个思路 现在假如说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串观察 我们观察到这个人啊 在15天里面是shopping,shopping,home,shopping,outing,shopping,home,shopping,outing,home,home,home,shopping,shopping,outing,shopping,shopping,shopping,outing,shopping,shopping,outing,shopping,shopping,outing,shopping 我会念的可能不太精准 这样另外的意思就行 当你观察到这个一个人有这样一个行为序列的话 你怎么去猜测 他这15天半个月里面 天气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呢 wtb算法 也是一种迭代 然后求最小值 当然这里面他说的是最大值 最大值是实际上对应的 是概率最大 但是如果你把图上的这个概率 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看作是一回事 但是数值相反的话 那些求的就是一个最短路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次初始区列来讲的话 我们首先会计算出一个 把这些所有的可能性 曾经可能是某个子问题里面最有解的这个情况 足够输出一遍 最终我们得到的效果了 这是我们的猜测 001 就是千四天是雨天 顺便晴了一天 后面又连着三个雨天 一个晴天 后面连着晴天 对照一下 前面都是雨天 因为他一直没有去郊游 对吧 连着逛了三天的街 一家呆了一天 所以我们猜 在交友 突然某一天 outing了 那系统也说明 这天很有可能是 Sony一样 只要是shopping和home 基本都高概率 猜这个Raining 一直到 又出去了 每次一outing 我就觉得是 Sony 那么后面呢 因为两个outing 隔得很近 所以我们这个猜测结果 就是一直晴天 而且它都没有在家里带 不是交友 就是购物 至少出门了 至少离开那张床了 所以这个猜测 我觉得也很符合常理 也很符合我们 对最开始的几个初始数据 设置的习惯 那么这就是 引马尔可夫模型 其实它跟之前 马尔可夫链 一些状态转移 什么时候概念呢 相关性非常的高 那大家就只要说 能够明白 哪些状态是隐示 哪些状态是显示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概念呢 就已经进入了明白了 对